往前技术是调动对方寻找战机的重要手段 技术动作轻巧细腻 力度适中 却同样具有攻击性 搓球技术是上网得分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 好 前面我们进行了 出场高吊杀技术的教学 那么我们今天进行往前戳球和放往技术的教学 戳放技术在前半章技术 往前技术里面站着重要的位置 它是一种进攻型的技术 在步伐到位的情况下 要求出手高 关节尽量 手关节尽量伸直 最后出手在击球点靠前靠高 出手内三纳 拍面进行小范围的快速的搓动 使球进行滚动的过往 给对方击球增加难度 注意动作打完以后 不要往下拖 直接打完 直接收回来 保持第二次进攻的准备姿势 自然身体前倾 侧身上腕 保持很好的击球点 再做 击球点高 出手细 出手快 为下一步的搓球 推球 勾球的动作的一致性 打好电竞基础 搓球技术 一定要注意手法的一致性 刚才这位学员做了正挖斩挫的分别的动作 那么在高点的基础上 搓走好球 能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威胁 在战术纪念中 在比赛当中 很好的搓球 能 直接输 或者 为 本方造成 第二个进攻机会 奠定很好的基础 所以搓球的练习 大家要在手感上 拍面上 进行很好的体会 再来 注意手指的放松 好 来 正挖的时候 手上出来 正挖的时候 击球点 来 应该在拍的 拍宽的前半部位 出现这种挖球 来 对 对 好 我们的搓球技术 一定要注意一个高和准 以及细 大家在练习当中 首先从球感 入手 也可以 采取两轮对戳的手段 进行教学 在腕拳技术里面 前面我已经提示过 戳球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如果戳球练好了 往往能出其自胜 达到很好的效果 我们今天戳球 正手戳球的技术 就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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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